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有没有送走很多人 回来好吗 回来现在才要开始正题 这可能是我这一系列 唯一的一条没有什么跳伞内容的视频 主要是因为我刚刚经历了 那完美的一跳之后 落地的时候 稍稍的受了点伤 现在这个脚这块 现在贴着膏也可能看不出来 但是它这里已经基本上 种成包子 种成猪蹄一样 所以我现在动不了 基本上是处于一个需要静养的状态 所以我现在只能在酒店里躺着 在肚子上吃外卖 好这不是重点 重点的是呢 这一期视频想跟大家征集一下 你们关于跳伞的疑问 比如说很多人问我说 跳伞你在哪学到 然后你是怎么查到的 这些相关内容 跳伞对身体要求 有没有什么上限下限 比如说我高度近视可不可以跳伞 我体重多少可不可以跳伞 或者是我之前不是又去吹风洞了吗 那风洞多少钱 然后对身体 就是体重有没有上限的要求 等等等等等等 一系列的问题 我想就是在这期视频下面 大家能不能把你们的问题统一的 都在这条下面给我写留言 我之后呢 也可能会邀请我的教练 一起给大家做一个专业性 强一点的一个回答 然后因为这次出来时间很久了嘛 然后我也是几乎一个月时间了 一直在住酒店 你们知道我是一个金牛座 所以我换了很多家酒店了已经 在预定酒店方面 我感觉我这一个月时间来 也稍稍有了那么一点点心得 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包括怎么住酒店更便宜 然后打车更便宜 如果你有任何关于跳伞的 风洞的 包括我这一行的这个行程安排 有什么任何的疑问的话 你都可以留言告诉我 还有一点要跟大家道歉的是 因为我现在不太方便走路 所以之前说好的 要去大人发超市 拍那个斗芝士的内容的话 如果我的脚到时候 还不太好的话 可能我就去不了了 我也想赶紧好起来 但是如果真的没有去拍成的话 还请大家谅解 I'm so sorry 我真的真的太想动了 但是 哭唧唧 期待着你的留言 然后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 天空是蔚蓝色 窗外有千只河 我真的没有人生意 就不可以 说到这种欧帮助 我真的是 身边